我是来自化学系PhD第一年的刘查 今天很荣幸的站在这里 竞选CE年度的CESSC主席一职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的介绍自己 在过去年终学会中所担任的角色 去年我是文艺策划部的干事 负责中学晚会 单身舞会 还有我们折年春晚的大小活动策划 在我们的春晚策划小组当中 我担任了五美总监的角色 负责督促整场晚会的节目编排与排列 并且我是春晚的主持人小组的领队 而且我也演唱了春晚的落伍歌曲《互相的主意》 下一期我升任了文艺策划部的主要负责人 并且负责组织策划的辈子大家喜爱的 布朗好声音的活动 并且是好声音的主持人 此外呢 我还参与了各种大小的表演 比如说在中秋晚会上演唱了歌曲《黎人》 在单身舞会上跳了《热物》《江南自带》 然后呢 在这一年的学生会活动当中 我还和布朗周围的各种商家有很多洽谈 并且和我们兄弟学校的相关活动负责的同学 有过很多的交友 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外联外交的工作经验 所以呢 从这些活动经验体现出我在组织策划 主持表演以及外联外交三方面上的能力 首先我想说 为什么作为一个PhD 学术这么繁忙 我还要做学员会 我还要竞争主席 就是因为在过去一年做活动的过程当中 我深刻地意识到 当我作为一个跟从者的时候 我的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理念都没有办法实现 我的很多的声音都被埋没了 而只有当我真正去做了一个主席的时候 我才可以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一些事情 我才可以去实现我的这些梦想 所以今天我要作为一个源泉去引发 和大家一起来追逐我们的梦想 所以说 我理念 简单说 就是 倾听 参与 收获 所谓倾听 就是倾听大家的声音 接纳大家的意见 与把这些意见 作为提高我们活动水平的动力源泉 参与 就是说 我们要办大家最需要最喜欢的活动 我们办活动一定要符合绝大多数同学的口味 让大多数同学都能够参与进来 收获 就是说我们要讲究活动的精神内核和目标 就是让办活动的同学和参加的同学都在里面拿到最大的收获 或者说在里面交到知心的朋友 或者说 就是 破坏了眼界和思想 或者说 就是联系到在以后对未来发展有帮助的社会资源 那么 我对未来一年社会活动的展望主要就分为内部和外部 两个方面 内部方面呢 实际上是组织价格的方面 我觉得这个具体的问题 还是经过新浪的社会成员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我在这里有两个感觉的部分 首先 我们要成立体育一部 就是说体育活动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们学会 以当成立相应的部门来负责管理组织大家的体育活动 虽然我们学校的篮球队和足球队实力都相当不错 现在也有定期的训练和比赛 但就是说呢 我们学会 还可以做好就是我们体育活动的组织宣传以及后勤保障工作 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活动条件 那么下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成立事业部 就是通过联系各地的部门校业部 给大家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虽然讲成亲关系的 其实西方社会也是类似的 如果有了效果和推荐的话 我相信同学们的求知成功率 就大大超过现在的海沟经历 据而所知呢 这一件是我们学会工作的活络环节 就是说历史上经验比较不足 在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本这一切从大家需求出发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迈出这个第一步 那么下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加强网站建设 就是我查看过成真能八项的网站 就是感觉我们需要的网站建设是最吊丝的 我们的网站设计不够好 我们没有及时根据和完整我们的信息 我们没有及时的发布与活动的宣传稿 而且呢我们没有自己的论盘BBS 这种种种种种种 导致了导致了我们学生 没有经常使用我们网站的这个习惯 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升级我们的网站 建立我们的论盘 来第一时间发现大家的需求 办大家最需要的 就是说同时建立了论盘 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吉人缩小 在第一时间了解大家的需求 此外呢我们还应该坚持做到 人人Facebook 还有我们的微博和官方网站 几方面信息同步及时更新 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讯导 把我们的活动信息传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 而其他呢我了解了 就是说有一些商家呢不愿意和我们继续合作 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的网站更新不够及时 点击率太低 他们觉得就是把广告放上去之后 也没有很明显的效果 所以说他们就不愿做了 鉴于此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网络介绍 然后我就说一下 在生活服务类的活动上面 我们要做到吉人所想 凡是大家的意见 我们都要及时反馈 凡是大家同学们 有广大需求的活动 我们都要重点考虑 比如说呢 有同学烦恼买车练车的事情 我们要组织老生 新生 买车做参谋 要组织老生 叫新生开车 在下校考虑去采领 到春天和秋天呢 同学们就是想出游了 我们就要组织大家 春天到这个华盛顿去赏银花 秋天到牛海安市赏银花 再也就是说呢 就是同学们想买菜又没有车 我们就要落实我们的买菜专线 下面呢 我要说一下接新生的问题 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我们从准备赴美 到来到学校 是新环境的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问题最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国内准备出国的这个时候 而恰恰没有人可以在这个时候 出来解答我们的问题 所以说我主张 我们接新生 应该从国内开始 就是说通过联系各地的校主资源 我们建立校友和新生的交流会 这样子让学妹从一开始就到学生 最贴心的服务 同时我们还要编写和印发布朗大学生存手册 各种资讯一有俱全 文艺方面 像春晚中期晚会这样的文艺晚会 让大家感受到 我们传统节日 其乐融融的氛围 我觉得是非常好 仍然是我明年学会工作的重点 但是呢 这些活动只是短暂的活动 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 长期的 能够让大家有规律的来参加活动 我的扩论就是说 大家只要感到寂寞了 都能够有去处 都能够找到组织 所以说呢 我提议我们要从同学们的兴趣出发 我们要建立三国山桌游俱乐部 电影俱乐部 巨社 登登登登 那么在这里 我还要补充两点 第一呢 就是说 我们的各种活动 宣传步道工作 大大加强 就是我之前和我们的同学有过交流 就是大家并不是非常热心关注 我们CCC的邮件 还是说我们的海报 大家也没看到 就是说我们宣传的工作做的 不够有吸引力 不够有特色 所以我的point就是说 第一我们宣传做得早 而且我们要有计划 有逻辑的宣传 而且要有吸引力 要有特色 只是我觉得我们好声音的宣传 就做得不错 首先我们给每个选拗都做了 宣传照和个系宣言 这样子的话 就是选拗的朋友都非常喜欢 看到这些东西 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而且我们通过8栋观众投票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过来一起观看比赛 所以说我的point就是说 我们做宣传工作 一定要集合活动的特色 那么这里还有一点 就是在档案整理和记录方面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 我们的已经有的VP这个平台 好好利用起来 就完善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大型活动 比如说春晚 一定要首先撰写活动策划书 制定活动的目标和贪满 而且要撰写活动的商业策划 这样子我们在出去拉赞助的时候 才能够有非常专业化的东西 present的给我们商家 这样子对我们拉赞助 肯定有很大的提升 还有就是说 每次活动之后 一定要撰写活动总结 把我们的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 统统归来 那么在外务方面 首先我们说一下赞助的问题 就是我的套点就是说 我们要多多建立和商家和组织的 长期友谊关系 得到更多默定的生活来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 Creston TTV 还有同邦子餐馆的老板T 他提出不愿意和我们进入活动 原因就是说 他觉得他在我们的活动里面 投入了这个经费之后 感觉投入之后 感觉就石沉大海了 鸟无音许了 不有任何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及时的 在拉好赞助办好活动之后 及时的打电话 跟商家反馈和信息 关系商家宣传的后期效果 让他们感觉到 我们是非常重视他们 并把他们朋友看 这样子我们学会 才有更多的长期的朋友 得到更多稳定的收入来源 另外呢 就是说 还有一些商家 比如像罗德导玩协会这样 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看重 是不是能够 从学生手里面把钱赚回来 我差一个方言 他们不是商家 他们是一个非语言 对对对 就是这样商家货的组织 就是说 他们并不是非常看重的 他们能不能把钱 从我们手里面赚回来 他们更加看重 就是能够和我们 过两大学 这样的名校合作 和我们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合作 这样的一个名分 所以说 就是说 我们 就是 因为我们学生活动本来 我们学生规模比较小 而且我们的消费能力也比较一线 就是说 商家能够从我们得到这 有实际利益 其实也有限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发展 这些更看重名分的组织 或商家 作为我们长期的朋友 另外呢 在和各长春的 兄弟面校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也发现 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 学员数比较多 中国学员超过两千人 庙很大 活动也很大 而我们布朗大学 华人圈相对较小 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活动质量 扩大活动规模 一定要开展横向联合 和我们 布朗大学的 CESA 香港学员会 台湾学员会 联合 和Johnson Wales Risky联合 还有和我们常人的兄弟面 联合 然后呢 我觉得 比如说 Risky的很多同学 在去年 这一年过程当中 参加我们的活动 都非常地积极 比如说 制作了我们的 各种大洋活动的海报 还有做了我们春晚的舞台设计 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共性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至少说 要在Risky这边 加强我们活动的圈上工作 吸引更多Risky的同学 投入到我们的怀抱当中 通过做这个横向电盒 我们就可以提升 活动的规模 争取到更多的资源 此外呢 就是说 由我们布朗大学作为源头 发起了长寸的联盟 我认为是我们学会工作中 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变革 通过联盟这个平台 我们和兄弟院校 肩并肩 连成一气 和社会上的大型企业 和组织和政策来合作 其中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联盟是在必行 但同时 就是我们做学生活动 永远不能脱离最广大同学的利益 要从最广大同学的兴趣和需求出发 所以说过度商业化 就是这样过度商业化 已经引起同学们反感的活动 我们肯定是不做 对吧 然后此外 就是我们学生活动 应该走出校园 走入社会 我们要做社区服务 我们要做公益活动 做公益活动 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 绝对多数美国人 从小就养成了 定期参加公益活动的习惯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美国的有些传事 他们消货队叫做VFD VFD 整个消货队全是志愿者 但是呢 中国学生参加公益活动的几乎寥寥无几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 在美国人参加公益活动的意识的调查 其中 布伦参加公益活动的两大理由之一 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参加 但事实上呢 你需要周围有很多的 就是像这个 学校 博物馆 还有政府部门 都需要我们同学去做志愿者 我这里给了两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我们 Gruns Vera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 还有我们的 Rose Island 就是这个 Rose Island这样的组织 所以说我们学会的工作 就是要给大家搭起这样一个桥梁 让大家通过公益活动 积累工作经验 拓宽人脉 毕竟 对我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大有比 我的理念是 我们学会工作两条主线 内务活动是团结大家的基础 外物则是集成我们的群体影响力的基础 在此 我郑重承诺 如果我能当选新一年的参加主席 我一定劫心尽力 和大家一起办最好的活动 请大家投我 庄严的一票 谢谢 我的演讲 非常感谢刘畅同学的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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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湾